大頭美女小頭 直撞舉牌初體驗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頭 那我是第一次來帶人舉牌舉牌 哇 因為其實我這邊頭很大 然後我常常想說叫教育平方我的頭叫小的 那我今天也自己準備了三套服裝 其實我平方次度沒有那麼大 就是為了這次舉牌呢 就是準備了帶套比較性感的服裝 然後我以前印象都想說 直撞應該是在體育場的 我都沒想到是在台套 因為以前刻板印象都覺得撞球是不好的 就是可能家長都會反對 就今天聽到柯平一說 他去年喔 這種撞球就賺100元 就有沒有想要原來興趣可以當種子 那今天一天下來呢 我對撞球的那個規則也有所了解 那我覺得這令我難忘的呢 就是有一場就是 我本來以為張培委會贏得這個球 就沒想到這個第九球的時候 竟然沒有進 只好讓張玉龍剪現成了 所以讓我印象很深刻 讓小偷印象深刻的職業撞球年度總冠軍賽 避免飛龍張玉龍 接連擊敗張培委與柯秉毅 分組率先取得兩勝 晉級機會濃厚 今天下午還有三場比賽 將決定最後四強晉級名單 從新聞 小偷其實頭一點也不大 報導